目前仍在东海岸的上海旅游团来自春秋国旅 按照原定的行程 他们应当在当地时间29号结束在华盛顿的行程 坐飞机前往美国西海岸继续游览 不过由于飓风的影响 华盛顿所有航班全部取消 因此这25名团员目前滞留在华盛顿的酒店内 不过安全完全可以保证 另外上海轻旅携程旅游也各有一个旅游团 原定明后天从美国西海岸飞往东海岸 但鉴于目前的天气情况 旅行社方面正在计划更改行程 我们现在还在密切的关注当中 我们会做出一切的调整 根据这个航班信息 东方卫视记者施蒙娜上海报道